大家記得Login YouTube 再開始看影片 還有記得Subscribe 新成財經台 YouTube Channel 奇異經濟日常 Hello 大家好 我是Astha 我是Kelsey 我們有一個新的節目 奇異經濟日常會跟大家講講 不同的和生活經濟有關的話題 說到奇異 一來是我們倆的初音 二來是我們發現 原來在我們生活的不同角落 真的有很多奇異的話題等待我們發掘 我們今天的話題就跟我們這個背景 這個背景 大家猜不猜到嗎 如果猜不到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的衣服就給了很大的提示 我比較像待會員 不是的 也有的 可能有少許校服 少許裙 這樣會看得比較好 完整一點 對 完整一點 我穿了香港特別的一種長衣 就是校服裙長衣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還在校的時候 是說有18間學校是穿長衣的 哇 但是已經年代久遠 我們今天穿了校服 當然要講一些和校服有關的話題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的 就是這個泰國校服的爆買潮 與這個爆買潮相關的一系列背景 原因 引伸到的經濟效益 法律層面 還有我們對此的各種想法 究竟這個校服潮是從哪裡開始的呢 我們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現在這個校服熱潮是在什麼狀況 其實我們講的背景故事 就是有很多內地朋友 現在去到泰國旅行的時候 會在當地購買泰國校服來穿 並且在泰國不同的景點 大家小行打卡 就成為了一個爆買潮 很多人很多人勇去買泰國的校服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為什麼會掀起這個熱潮呢 我想要先追溯到2011年 就是有一套很著名的神愛電影 青春電影 叫做《初戀乃見小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你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 你沒有 其實我沒有 不過我有上網去看電影的絕要 精華騙人猜對 沒錯 其實也是很吸引青春愛情劇 不過2019年內地也重拍了《初戀乃見小事》 有一些懵懂 有一種朦朧美 有一種朦朧美 有大家很純粹的互相欣賞 我反而覺得他們那種平凡的小女孩 變成因為愛情的動力 我覺得是很欣賞 他描述在青春時期 大家都還很年輕的時候 愛情的力量 但當然我們今天不是這個劇情 我想告訴大家 在2011年的時候 已經因為蒼亂拿見小事 令大家對於泰國的校園生活 可能有一些嚮往 或者認為泰國的校服 可以帶出一種純愛的美感 所以就埋下了一個種子 剛剛Kelsey所說的 就是2019年的時候 疫情期間 大家最喜歡在家裡播劇 沒錯 有這個IP的載版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這些大版權 只要以前受歡迎 就會被人再改為電視劇 電影版本 於是就在內地上 內地上 台灣也有 所以就會變成內地的朋友 可以聽一個 華語版本的 初戀難見小事的劇情 就引發到 這部電影翻熱了泰國校服潮 再加上 內地有一位前女團成員 掃來有四千年一遇美女的美譽 就是谷靜依 我也因為這樣 看到四千年一遇 我也想遇一遇 所以就算了 看有多漂亮 她在泰國遊樂的時候 她穿了泰國校服 朱戰衣這位女孩子 穿得很漂亮 留下了她的線影 在泰國 引來網絡上的風傳 仿效她穿泰國校服 到處拍照 因為本來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都想到處拍照 都想拍漂亮的照 看到朱戰衣這個示範 大家就會想 其實我們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可能都可以穿一套校服 可以嘗一嘗泰國青春的美好 感受這個純愛 對 感受這個純愛 其實我不明白為何穿完校服 可以感受到純愛 但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要先買這個設定線 所以很多內地遊客 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買泰國校服 在大家小行裡拍照 如我們剛才所說 剛才有說到 朱戰衣在內地 被譽為四千年一月的美女 但這個校服購買的熱潮 在泰國曼谷售買校服的店主 就很開心 對 他們都說這是他們六十年一餘的商機 六十年一餘的商機 我也想去買一賣校服 其實我自己本人 也有移民到 在泰國很多人去買他們的校服去拍照 K-look香港 他們是設了一個萬谷泰國校服攝影之旅 說一下他們的宣傳標語 我完全不是業配 沒有打算幫他們打廣告 但他們就說 無憂無慮 免費搭配流行泰國校服 提升你的獨特時尚風味 並且在拍攝照片中脫穎而出 我覺得呢 你可以找這個package 讓導遊幫你搭配 但我覺得有一個位 他寫獨特的時尚風格 我覺得是很 contrast 很對比 因為本身校服就是要有一字性 一字性 但他說獨特 總之是一個JK風 我想 導遊 除了會帶你在曼谷的老城區觀光之外 還會幫你選擇最適合你的校服 讓你可以在老城區拍照 現在是有這個旅遊package 可見他有多輕盛 其實泰國的民眾 怎樣看這件事 因為其實剛才Kelsey也有說 其實他也有找到一些小筆 就是說如果你想展現獨特的風格 你應該需要一定的自由度 但校服其實某程度上是規範的 所以泰國的民眾 對於有這麼多外來人士來到他們的地方 選擇要穿他們的校服來拍照 這件事都很不解 其實如果有人穿著我學校的校服來拍照 我也有點不解 我會尊重他的自由 我也會尊重 但當地人很不解 要先說一些泰國當地對於校服的看法 因為其實泰國的校服文化偏向嚴謹 他們對於怎樣執行相關的規例是很準確的 所以有一度會令泰國人 他們會有萌生的疑問 因為他們好像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 是你去到大學都一定要穿校服 這個真是特別 大學要穿校服 對 他們是一定要的 所以就會引起一班學生去疑問 或者有個反思就是為什麼一定要 以及想發聲 去做這個改變 對 再加上 其實因為泰國獨特的文化背景 引致到他們可能有一班 從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自己 可能是有跨性別的取向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就很難去避免 例如我一定要穿男生的校服 或者一定要穿女生的校服 就會有很多這樣的爭議 於是在2020年的時候 趁著夏天 剛剛復課沒有多久的時候 有很多泰國的高中生 有上街去拜領 去做校服改革 對 想表達他們對學校嚴苛的規定 想去發聲 除了一個比較嚴苛的制度之外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因為文化背景的關係 他們會對於LGBTQ成的族群 是會有更多的想法 他們就會認為其實校服的制度 是不是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沒有考慮到這班族群的需要 包容性是否有不足 是否應該有一個更加共融的校服制度等等 所以他們都希望可以透過這些遊行 去帶出這些議題 但是當時個別的學校 是用一個比較嚴厲的手段 想去壓制這波反抗的風潮 所以我真的很想壓制 他的閃罰是什麼 他違反校規的處罰 是要剪頭髮和剃頭 我接受到 因為他看到學生 現在好像是否不聽話 所以有一些學校 不是全部 有部份學校 使用剪頭髮和剪頭髮 去處罰違反法禁的學生 但是那些學生 都會因此有一個反大的社會 都會再去討論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學校 是可以用這種方法去處罰的呢 其實是否適合學校 有沒有權利去剪頭髮呢 會有很多這樣的疑問 亦都因為種種的爭議 以至於泰國其實 在他們的電影或者小說上 都已經開始對這些話題有著墨 參考之前有一套泰國電影 叫做《雅樂士的模範生》 都是想探討 究竟這個社會的制度 包括校服制度 是否想將別人打造成一色一樣的模範生 但中間其實有一幕我很深刻 我看了這套 都是快體 OK 快體之神 她是怎樣罰呢 她是會打屁股的 你說在那個雅樂士的模範生裡面 對 不是新加坡才會走這些打屁股的路線 對 我的快體是這樣的 即是泰國也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泰國是否這樣 但穿了電影是這樣的 所以當時泰國的學生是爭取想穿私服 或者想穿自己的便服上學 但外來的遊客們竟然人人都去爆買他們的校服 令他們感到非常不解 他們很想不要穿這些校服 他們想衝出來 對 很想衝出來 我不要穿 我不要穿 Anyway 其實他們的文化確實是有一些轉機 我們稍後再說這一點 先說說在這個爆買潮 雖然學生有移民 當地的朋友可能有移民 但有一群人一定會很開心 什麼人呢 買校服的人一定會很開心 他突然很好賺 60年難得一餘 對 他也賺到很多錢 一天賺到一千多元 即是他們本身都有一定的收入 但因為校服辦買潮 令他們每天可以多賺一千多元 對 一千多元對於泰國來說 生活水平也不錯 也不錯 而且一天一千多元 但是一個月就已經三萬 三十萬元 不是 三萬多 三萬 對 不好意思 不太會計算 我們這個經濟日常是這樣的 平常 我們不計算 因為我們日常就是不計算 不計算 真實的呈現給大家 感受一下那個數字就算了 對 總之補充一點資料 因為當地校服專賣店的負責人說 其實踏入到三月以來 他們就越來越好賣 他們每天都會有很多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 去他們的店舖買校服 其實也挺開心 除了賺錢之外 又見到二十多歲的美女 是這樣的 是福利 而且可能如果有一些校服商 他們對泰國的校服是有一種榮譽感 如果 我不知道有沒有 可能他們也覺得是在推動他們的文化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看法 總之 旅遊局也有 肯定 這個再說 校服商又說 說去買校服的朋友 應該可能他們去幾天旅行 每天想換一套新校服 所以有些朋友會一次過買很多套 七套 對 七套 每套大概是六百泰銖 大概是138元港幣 其實我不明白 因為泰國的校服 我看上去都是襲衣 衛主 加條裙 然後有個蝴蝶結 七套 我也很想知道他們怎樣 七套 難道顏色的深淺會有些不同 但他們不一定是黑裙 他們有時候會根據間學校 會有不同顏色的裙 在他們的校服上 有些位置是用來給你寫校名 或者給你寫學生的名字 但這會涉及觸發的可能性 所以就不給 可以寫一些泰文 例如什麼 水晶 是不是這樣讀的 很漂亮 我們泰國的一位同事 他怎樣說 我剛才問 我嘗試去讀 可愛的那個是 拉 拉坦 拉坦 是不是對的 不知道 如果大家聽眾 如果覺得我錯的話 可以留言 嘗試寫拼音 在我們的評論上 挺見良 可以秀最美麗 可愛這些字 美麗就是水脈脈 水脈脈 對 總之你可以寫這些形容詞 只要多付50泰銖 大概11港幣 就可以授這些字 但不可以授當地學校名 因為會違法 所以現在我們馬上可以進入下一個部分 就是關於法律之間有沒有抵觸這件事 因為在這個霸賣潮發生後 引起了泰國當地律師的關注 給了警告 這個行為有機會是違法的 因為其實在2008年 泰國當地頒布了校服法這件事 有一個第七條定明了 非學生者如果穿了一些 令人誤會學生身份的服裝 可以罰款1000泰銖 1000泰銖其實是220港幣 而校服商也說明 如果你寫了學校名字 有機會是違法的 所以就不要這樣做 如果我秀的名字 簡直是 這不是校服 或者我不是學生 應該安全很多 是 聰明的規避 戴著頭盔 戴著頭盔的意思 這就是頭盔 這樣才不可以誤導別人是學生 因為這個條例 其實不是針對你穿不穿校服 不是真的針對你穿怎樣的形狀 或者風格的衣服 而是針對你會不會誤導身份 因為有些人如果穿了學生的校服 他們就可以去扮學生 拿著素 他就可以貪小便宜 可能可以拿學生優惠 坐車 吃飯 對 可能去遊樂場會不會便宜 看電影又會便宜 對 這樣就不對 再加上 如果你扮演某些學校的學生 你又去做出格行為 可能影衰別人的學校 對 又欲別人的校譽 這間學校也有權告你 就是冒充他們學校的學生 香港也是 在遊戲機譜是不准穿校服 是嗎 是那間學校不給 還是遊戲機譜也不給 我不知道 希望大家不要穿著校服 招搖撞騙 因為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是學生 今天我們在街上 有人向我們搭傘 如果他是一個 穿著普通 大人會穿的服飾的人 看起來比自己年長很多 去搭話的話 可能你會有戒心一點 但如果對面的人穿了一套校服 甚至是你的學校校的校服 那樣子也是年長少少的 可能只是樣子年長 你就會想其實他可能是我的同學 那戒心可能就會降低 我想我不會 我還是覺得會驚嚇 那你不讓有些朋友 他真的年紀少少 但他生得比較成熟 也可以 沒錯 令人真的認為你是學校學生 他可能會有一些法律抵觸的地方 就有機會是會違法的 但當地教育部次長 他叫做安塔彭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有說到 其實只穿校服這件事 就不會違法 是的 他認為遊客這個行為 其實沒有對泰國造成什麼損失 還可以幫到旅行 幫到旅遊 等經濟 反而可以對這個旅遊業 或者他們的校服業 都造成一些帶動 另外他也說到 這個法律的重點 其實只是不想有人模仿學生 怕人們會導用學生的身份 去做一些不法的行為 但如果你只是穿衣服去拍照 這只是一個娛樂的行為 就不會構成不尊重 也不會構成對教育有什麼損害 所以他認為打卡行為是可愛 他形容是可愛的 可愛 可愛 大家可以去那裡可愛 平時不可愛 去那裡也可愛 所以消息一出 令很多年輕遊客 頓時感到很安心 但還是要再提 在租制校服的時候 不要有真的校名 印在校服上 以免可能會誤捉法律 沒錯 但還有一件事 雖然法律部次長這樣說 都可以有人不認同他 不認同他是什麼 例如當地有些跟教育部相關的組織 其實他們有說到 比較擔心這個風潮會造成影響 什麼影響呢 他們認為有機會會有些 穿著校服影響校語的人 所以他們覺得有需要 跟外交部和旅遊部一起去討論 以免為泰國的風氣帶來負面影響 我也會擔心一些不同的人 如果有人穿著我們學校的校服出去 做一些奇怪的行為 都會影響我們學校的聲譽 我穿著這件校服 我都會擔心會不會被人覺得很奇怪 所以都會明白不同的派對 可能會有不同的擔心 我都會看到你 我都會感到很快 也會感到很久 我是她為了